家中的宝宝开始不喜欢喝奶吗 这可能是宝宝需要补充副食品的现象 根据国建署表示 宝宝最好是满6个月再添加副食品 再传染病的抵抗力会比较好 但如果宝宝在6个月前就开始出现宴奶的情况 不妨先与专科医师讨论后 再决定是否需要添加副食品 宝宝吃副食品的时机非常重要 那除了例如说不喜欢喝奶 燕奶之外 还有什么情况的时候 宝宝可能需要开始特别注意 母奶宝宝是需要吃副食品的 因为大家都有一个迷思母奶学会一直在推广 说母奶非常非常好 对 营养 那我说这个都没有错 可是母奶里面偏偏有一个东西 还是不如奶粉这件事情 其他营养都很厉害 对 就是铁 对 所以母奶的宝宝的铁值可能会比较 相对来讲比较低 那要怎么样补充这个铁值 尤其是到了4到6个月或6个月以上的宝宝 铁一定要够啊 因为它要造血啊 它要更多的活动量啊等等啊 所以就变成说你必须副食品这件事情要添加进来 对 那你慢慢的有吃到多样食物的时候 所有的不管是蔬菜水果或者是从肉类等等这些东西 或鱼里面都会有很高的铁值进来 那来补充母奶这件事情的不足 那如果铁这件不足的话 就孩子的脸色就会比较差 他的活动力就会开始下降等等的 所以当你的孩子越来越大了以后 如果你还在喝母奶的话 我们说没有不可以 但是你要记得副食品这件事情要同时添加进来 尤其一天可能要到两吨到三吨才可以 就也顺便帮他补充其他的营养素的来源 对 简单来说母奶虽然铁含量比较低 它的利用率高到不得了 大概是一般硬栏奶粉的好几倍 所以说其实是不用太紧张 那4个月以后可以考虑 4到5个月以后可以开始考虑 就是一些含铁的股粉 如果你只有熬粥 其实粥里面的铁含量是非常非常非常少的 所以说如果我们妈妈想说要天然的选后 熬粥是比较有限 那有限妈妈是熬粥加这个 加这个黑芝麻好不好 其实芝麻本身对宝宝可能太早了 是一个过敏源 可能需要磨吗 对 其实黑芝麻还是要大一点 要磨得很久 但重点是认为黑芝麻还是要再大一点 可能一岁以后再吃 因为有些妈妈就会自己去组合一下 白粥加黑芝麻补典 我还是会认为是说 可以选择一些含铁的股粉 但是一定要是以米为主 因为它是低过敏性的 所以慢慢慢慢渐进 因为食物里面 其他食物里面还是会有很多的帖子来补充 如果太早让宝宝接触副食品 可能有些妈妈就是过于不及 然后突然想说那三个月 对啊 或者是说她可能奶量不足 她觉得宝宝喝不够 因为通常观众就是觉得 四到六个月 那我就三个多月先来给她试试 那这样的话会不会造成宝宝 比方她牙口擦 或者是说更容易厌奶或什么的情况 其实文姨妈问的问题 真的很多的妈妈在网路上面问我 那三个月可不可以喂 我跟各位讲一定不可以 为什么 一定不可以 因为其实她的那个吸收跟肠胃的系统 其实还没有那么的健全 对 所以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建议 那刚才就像主持人刚才讲的 没有错 那个心态就是这样子 我的母奶量不够 对啊 那我又再不给她吃的话 她吃得饱吗 那我觉得大家就不要有那个迷失 其实就请妈妈们放过自己吧 真的很难你知道吗 对 但是问题是 奶粉没有你想的那么罪恶 你有时候母奶不够的话 你泡一些配方奶 其实补充一下那是OK的 对 但是你知道那时候 我们才刚做完月子 然后所有都知道 妈妈为什么母奶都喂得那么好 然后我的小孩每次抱到卫生所打针 阿嬷都说 哦 那你这样瘦还是什么的 对 我还是要先强调一件事 宝宝前面三个月是 几乎是每个月长一公斤 到第四个月以后 它是每个月长0.6 0.7 所以这正常的生长曲 其实妈妈不要有错误的观念 因为我的宝宝好像越长越慢 怎么不像前面一个月多一公斤呢 其实是本来就是会慢一点点 对 所以这个观念还是要增强 它的成长周期就是这样子之后 对 是 我们刚刚提到说 如果不足的话 偶尔适时地补充一些副食品 那副食品呢 可不可以帮它调味 例如说像米饼 它咸咸的 小朋友很喜欢吃 那我的副食品 我给它变化一些 有些人说什么加肉汁 加鱼汤 或是加其他的这些东西 对宝宝好不好啊 如果一开始的时候的副食品 它本来就有一些味道的 譬如说你有加一些鱼啊 下去啊 然后控汤啊 然后控怎样这样 它是有一些咸咸的话 你可能不用加盐 可是美国额科医学会又发现 如果你所有的食物都不加盐 到了宝宝 譬如说有些10个月到12个月的宝宝 都没有加很多妈妈很坚持 每个东西都水来过一下 真的 我跟你讲真的 真的很多 网络上真的很多人是这样子 他就想说可能会高血压 这些用不好 不是他觉得长大之后 宝宝的肾还没有发育完全 什么都有 或者说他会越吃越咸等等 但我跟你说这都想太多 真的 因为美国额科医学会发现 如果你没有让孩子吃一点点盐的话 孩子反而容易脹气 反而容易吃不好 挑食跟偏食的行为其实是更高 所以其实加一点点的盐 那比较低钠的其实没有那么罪恶 对 但是不要加调味料这是真的 这等一下可以请你一样师稍微讲一下 因为所有的调味料的内容跟成分等等 太复杂了 对 我们不一定很清楚 所以我刚才在讲的是天然的盐 对 一点点 如果那食物上面原本是有一点咸味的话 那就OK 可是如果你吃起来是平淡无味的 你给你老公吃也是在自己吃到快吐 想想看宝宝要吃好几个月 简单来说其实八个月以前都完全不需要 那八个月以后你就可以少量的加一点点 加一点点少量 但是要记住 只要加一般的那个含点盐 那个台盐的最便宜的十几块就好 千万不要加什么海盐 因为它里面不含点就可惜了 另外味素或是各种汤块 这个都不必要 为什么 它的味道太复杂 而且它里面还有很多的加工成分 对宝宝都是一个风险 还有一个问题 那无盐奶油呢 因为有些妈妈她在分享副食品的时候 10到12个月的时候 她就开始做一些 可以放什么炖饭在里面 可能用宝宝的起司 然后或者是无盐奶油 这用一点点这样五克啊这种 说到这个无盐奶油我特别有兴趣 因为我觉得真的最好的方法是这样子 弄那个炖饭弄好了之后 把火熄掉以后加一点橄榄油 记住要火熄掉 为什么无盐奶油里面 并没有什么必须脂肪酸 我们重点要补充必须脂肪酸 所以呢火熄掉以后 让这个油里面的营养成分是非常好的 比方说你加一点点这个橄榄油搅一搅 或是说你可以加一点点苦茶油 或是加一点其他的植物油 像什么沙拉油都可以 都比无盐奶油好 对然后加少量 只需要一般小汤匙 大概三分之一小瓢慢慢 因为油量过多 等一下有可能是拉肚子 对可是副食品最喜欢用的那个大棍 对不对 现在可是不得了了 因为已经有发现这个大骨 现在已经分析出来 其实不少的重金属 因为我们现在喂猪吃什么 这都是风险之所在 所以反而妈妈在那边辛苦 熬了半天的这个大骨汤 千万不要 小朋友有重金属 那除了这个大骨汤之外 还没有哪一些食物 也不太适合拿来当做副食品的 王老师 其实刚才在讲 就是营养师在讲 营养师在讲营养师在做 有没有 其实大家也真的 小小的 然后就觉得小朋友比较好吞 对 我觉得是一个迷思 是大家觉得 那个高钙 那个很营养或者说什么 那个钙研究出来 根本就没有到高钙 而且还不如一片50块大小的那个鱼 所以营养师因为它的钙质 其实含量是非常非常低 跟你觉得可以拿来当副食品的 那个原因刚好是相反的 对 所以我们在想说 就是好好地去准备一些中型鱼 现在为了避免深海的污染等等 大型鱼不要直接大鱼吃小鱼 很多的重新族都在大鱼里面 太小的鱼里面的概量又比较低 所以到市场去买中型鱼 比较中型的那个 比如说石斑 鲁鱼 然后等等 都是很好的一个鱼类 秋刀鱼也是一个富含DHA 很好的一些鱼类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顾脑又顾身体的 应该这样子挑 所以不要 婆妈妈真的不要在市场的时候 人家今天从花莲港 掉出来一一尾很大的等等 大家就围在那边 我说那不见得是一个宝宝 适合宝宝的 所以简单来说 布拉蜜是不太好 因为一来是环保问题 第二来 布拉蜜因为太小了 重金属的风险还是大 所以说 然后再来它又是一个过敏源 所以可以换的是什么 其实我会觉得像鸡肉 其他肉类打过 一样是非常好 从宝宝仪食行为里面 有心理学家分析到说 宝宝聚吃副食品 或聚吃饭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都一直在喂 都是我们在喂 所以我们动手动得太多了